所以佛陀时代有个迦耶阿罗汉 他出家以后 出家前右手就不能动了 麻麻痛 后来随佛出家 精进修行正的阿罗汉 正的阿罗汉以后 他还是麻跟痛 有一次人家就问佛陀说 迦耶阿罗汉为什么有这个因果 佛陀就说 迦耶在过去加设佛的时候 他经常在寺庙外面卖香 卖香 结果卖香 有一天有一位美丽的小姐 要买香 尽精色供佛 那位美丽的小姐在选香的时候 她袖子就掀出来 所以各位小姐 袖子不要掀出来 她掀出来 皮肤好漂亮 这位卖香的佳耶 贪心就摸她一下 各位有些女人 那皮肤真美 像不像 天生就美 奇怪 像我师父有一次就带我看 你来看 天人的皮肤 她叫我去看一个小姐 那不是好色 她只叫我证明 你看 有人皮肤美得像牛奶一样 透明 为什么 过去供灯 供花 供牛奶也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那位少妇 她就是皮肤很美 那个卖香的佳耶 被她诱惑了 就摸她一下 控制不了 结果那位小姐很生气 很生气就走掉 那一世佳耶就下地狱了 她下地狱以后 她知道她自己的错 她下地狱全身 就这只手一直被火烧 其他没烧 因为她这只手照夜 那个时候她就跪下来发怨 我虔诚忏悔 愿我将来能够真正碰到佛陀 随她出家 又因为这样 她就脱离地狱苦 各位忏悔重不重要 重要 你只要痛苦就忏悔 所以佛陀说 释迦牟尼佛出世了 家耶就来投胎在她面前 跟佛出家 但是她过去的夜报还在 手麻 因为就这样摸一下就好了 所以各位 夜报不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competitions